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80 200 200L不断在生产 不断在改进 现在的新款C200L用的是1.5T的发动机 这台是17年7月份上牌 是2.0T的9AT 我一向认为多大的车就应该用多大的发动机 虽然它这个1.5T的发动机有这个48V轻混加持 但是我们还是喜欢更原始更机械的2.0T的9AT 奔驰有这种大标和力标之分 这种大标基本都是运动版的 带运动型大包围 前后都带雷达 智能钥匙 奔驰的电子钥匙都是这个模样的 多种模式切换运动版 天窗 真皮 导航倒影 ABS EDD ESP 这些东西不用说 全都有 这是18款的 17年7月份上牌 本地个人一手私家车 全程四台电保养 4万公里 除了一处划痕 左后测试 基本原机 车况非常的好 价格现在大概在26上下 这台白色的C200L运动版 内饰是黑色设计 搭配这种类似于木纹 有这种波浪纹的装饰版 非常的精致 我们来看一眼这车的配置 纯黑设计 哑光的亮条 闪闪发光 内饰中控屏 都是奔驰的那个年代的款 跟现在的区别不上很大 跟老款区别挺大 电子钥匙 一键启动 这边呢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后视镜带折叠 奔驰的这个电动调整 座椅的开关在这 很多项可以选 然后带三个记忆位置 然后带三个挡的电家的座椅 柏林之声的音响 身价不菲 运动型的方向盘 我们来看一眼这车的详细的情况 这是行车电脑控制键 包括这个蓝牙电话 这边 换挡拨片 运动版的 然后电子挡杆在这 奔驰这种怀挡式的电子挡 和那个宝马的大鸡腿 都是比较经典的 我们来看一眼 这可以控制很多种层级的菜单 可以随便选 我们都很熟悉了 这边有一个实用表 看着挺好玩 双距自动空调 这是它的控制菜单 我们看这车中央储入盒 然后手扣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够用 奔驰车我们都非常熟悉了 这个是它的大天窗 我们也有一辆奔驰车 但是不是这个款 对它的操控和品质 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2.0T的9AT 动力澎湃 换挡拨片 运动感十足 加上运动套件 白色的外观 柏林之声音响 你能想要的 基本都有了 喜欢的朋友 重点关注一下 这个车是本地一手 17年7月份到现在 只行驶了4万公里 全程四台店保养 本地一手的私家车 基本元气 一束花生补齐 车况可遇不可求 26万 您值得拥有 本市CR200L的后排空间 比以前的短轴版 有了长轴的进步 两拳 零四指 头部空间应该有一拳以上 它是前后两个天窗 还带这个 泽阳帘的 这个地方是它的 小化妆镜 还是挺贴心的 左側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后空调出风口 没问题 这个可以 可以关闭 毕竟是前置后区域的 传动轴子 所以这个地摊高度 比较高 坐两个人很舒服 坐第三个人 会比较憋绝 这个车的配置呢 后排呢 基本就这些东西 柏林之声的音响 坐在后排 也能享受到 高品质的声音 这是Infox 儿童安全座椅 德国车在安全配置上 是毫不含糊的 这是它的 被坐 储物盒 杂物 然后可以伸缩 比较精致 可以看一下 三个头枕都有 座椅呢 后排基本没坐过人 磨损很轻 空间非常宽敞 它的很多隐藏式的东西 包括这个安全头枕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德国品质啊 奔驰是汽车的老祖宗啊 行驶质感和这个认知度 几乎是 有口皆碑吧 可能你是车盲 但是你不可能不认识奔驰车 这个车的卖点就是 车停短 三年 里程少 四万公里 C200L 款式也不算老 三年前 两年前的 这是一把款 新一代的奔驰 无论是从C E 还是S 这个无关 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更加流线型 所以它的车尾 收得更厉害 不像以前 显得那么大 国产的奔驰宝马 基本上车主都把 标抠了 正常这个位置 是应该有 北京奔驰的标志的 宝马也是 奥迪 现象能少一些 基本上 可能大家觉得 还是更认可 进口的品质 实际 像这种大的企业 都是全球工厂 一起生产 我觉得问题不大 这台奔驰C200L 这个尾门是电动的 这地方 是可以 用一个按键来控制 我们来看一眼 这车的 行李箱容积 目测应该 只有400多升 不到500升 这个开口可以 这个高度不是很高 但是这个车 应付个家用 肯定是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眼 这车的 后边的动力 这个车是防暴轮胎 所以没有备胎 原厂的说明书 还都在这 新款的奔驰宝马 都是防暴轮胎 可以额外的 换些东西 非常的方便 我个人认为 对轿车来说 电位没啥用 SUV因为 它这个车身比较高 可能有一些女孩子 就是开关门 比较费劲 所以电位 有点白颜色的车身 都是属于主流的颜色 这个价格呢 市场任务高的车 一定不会便宜 但是保质力也好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 头条号 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